再来看到这个画面也是蛮让人惊吓的 高雄一名外送员送餐到一户四楼住家 结果发现门外插满了刀 其中有剪刀还有美工刀 而且头顶上还装了两只监视器 把外送员给吓坏了 对此民俗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下降头 但由于刀屑已经危害住户的安全 警方也介入调查将依设为发送办 送餐到住家门口却看到门上插满刀屑 各种剪刀 美工刀头顶上还有两只监视器 简直把外送员给吓坏 上网po文其他网友说这是在摆证吗 是不是仇人很多 我记得是个老阿嬷 我是最近才住进来的 跟对面的相处比较不好 实际找到住家 位在高雄三明区建五路的一栋透天措 据了解插满刀的是四楼住户 而屋内只有一名灵性女子独自居住 我这么多高位啊 你常常来啊 没法理啊 无法理解女子动机 对此有民俗专家认为 屋主可能是为了要转运 这是一种下降口 但是下降口是不能见光的 见光就没有用了 所以万一被对方打回来 这个家庭就会受损 只是门上插满锋利刀刃 邻居经过可能一不小心就被划伤 有安全上的疑虑 现在远警也接入调查 危害他人身体或财务之余 违反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 警方表示将会前往和住户沟通 另外也会向法院申请把刀械没收 也让其他邻居能够安心居住 记者综合报道